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事件10月27日 在此前的26日 美国媒体自由亚洲在当时的报道中提到 10月26日晚 拉萨市有部分藏族居民走上街头 抗疫新冠疫情 封大批警察到场维稳 当地居民已封锁了两个月 许多居民聚集在一起抗疫 并已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对视 两位来自西藏的消息人士称 由于大量人群聚集抗疫 有可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 并可能导致枪击等危险情况 消息人士说 民众抗疫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购买食物和生活 必需品 截止发稿时 警方已民众尚未发生重大冲突 但是如果不放松疫情风控 一些藏人威胁要自焚 引用网名为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的网友视频 画面显示 许多人请快速聚集在一个地方 其中出现了许多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当地政府人员的人士 另外的一些镜头显示 许多政府人员手持防暴工具 针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查询中 中国的网络资讯中发现 网友八条一路发表评论提到 拉萨还在前程静默 已经两个月了 我公公还被封在小区里 不知道能不能回家过年呢 网友 安吉拉2A发表评论提到 拉萨这个新增树 嗯嗯 这几例 你要一直放几个月是吧 我的精神状态挺好的呀 网友 敦汉 发表评论提到 拉萨人都站起来了 新疆什么时候有人能站出来呀 网友 Dispark 发表评论提到 西藏拉萨的领导们 昨晚睡得好吗 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对你们进行亲戚的问候 不急必烦 过忧不急 也该正视 群众真正的需求了吧 把人困在拉萨不是解决办法 删了这么多 还发不出气吗 你TM真是不干事啊 栽种 网友 多吉加表评论提到 西藏拉萨封城第80天 外地人认为拉萨解封了 拉萨人不知道 拉萨什么时候解封的 网友 董二千小先生发表评论提到 拉萨因为28号开始 不允许申请出账 今晚闹得很大 网友叫梅 例子发表评论提到 什么时候开始 拉萨 西藏 新疆 这些地名在直播间都会被屏蔽 我们难道不是中国的吗 就没人能管管吗 如果没人能管 今晚就只是个开端 我或许不会死在疫情上 但我一定会死在穷上 必须有关疫情 西藏拉萨当地政府 在26日的通报总体到 10月25日至010至24时 拉萨市新增本土新冠阳性个案7例 其中新增确诊病例1例 无症状阳性个案6例 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阳性个案 均在城关区 均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新增红您的请不吝点赞扱 自己创意 史伤痴病140 难 draft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